大家好,我是麒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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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麒麒講故 麒麟,我們今天要說什麼? 當然是 不知道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春秋戰國 春秋戰國啊 沒錯 為什麼? 很簡單 三皇五帝夏商周 三皇五帝,生化時代 我沒辦法說 夏商這兩個朝代 他的中間歷史斷了太多了 雖然最近出土很多文 但是我沒辦法對他的歷史不是很了解 周朝是目前我們所知 最清楚的最古老的朝代 哦 那春秋戰國 又是從哪一個朝代開始講的呢? 就是從周朝啊 周朝分西周東周 西周周五王開始 一直到全榮滅周 平王東前 從這邊西周 這一段歷史 平穩 沒什麼波蘭 太無趣了 而 東周開始 周天子再也無力 轉換周圍的諸侯國 等一下 為什麼從東周開始 周天子會無力 掌管諸侯國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春秋之史啊 哦 周天子無力 掌管諸侯國 於是呢 各國交相廝殺 與周天子平起平坐 於是呢 就導致了 這個 春秋把戰國七雄出現 於是呢 東周有個別稱 叫春秋戰國 那 為什麼叫春秋 又為什麼叫戰國啊? 哦 你問到點了 春秋戰國這個得名很神奇 都是同樣都是來源於一本書 春秋來源於孔子寫的春秋經 那春秋經不一般啦 春秋經是在講什麼的? 春秋經講的是孔子唯言大義 真扁實整 真扁實 它是編寫了魯國的歷史 從魯影公元年西元前722年 到魯哀公14年西元前481年 這段歷史 叫春秋 春秋的地位多高 它是中國第一本的編年題史書 還是在漢朝稱的是四書五經之一 被譽為春秋經 他感覺好厲害啊 沒錯 而戰國呢 則是出自於劉相編定的戰國冊 我用的是編定這兩個詞啊 所以不是他寫的 呃 沒錯 不是他寫的 劉相是編輯這些戰國冊 古老的戰國冊 然後重新編寫 有缺失的文章自己補寫 而據說呢 他是一個戰國時代人叫彭月寫的 不過呢 所以等一下 劉相是拿彭月寫的書 然後編定 他正式簡宣傳啊 怎麼會是啊 他真是好事啊 如果呢 沒他編定的話呢 我們今天看到只是 就是主簡殘編 說不定全不見了 絕對他編定 我們今天才看到戰國冊啊 哦 那他也是個好人 沒錯 我們講完春秋戰國的 得名的緣起啊 我就開始講說呢 開啟春秋這個時代 的事件 為什麼我們要講這個 因為春秋戰國這個時代 實在太偉大了 沒錯 春秋戰國主代這是一個 現實中的亂史 思想上的盛世 你這樣說很矛盾耶 現實中的亂史 因為呢 周天子無力控管諸侯國 於是呢 各國交相撕殺 今天你打我我打你 臣子殺死君王 君王殺死臣子 然後呢 整個階級全部亂套了 所以說這是一個現實中的亂史 為什麼我會說思想上的盛世 為什麼 因為說呢 這個時代 哲學家太多了 他的 口夢哲學 出自春秋戰國 末子 春秋戰國 末子 老子 莊子 春秋戰國 哦 孫子 春秋戰國 這是思想上的盛世 歷史上 歷史課本上學的那些人 全部都出自春秋戰國 沒錯 春秋戰國太偉大 所以我們就說它是現實中亂史 思想上的盛世 感覺就是一個超級無敵 大時代 沒錯 而開始這個波蘭壯闊的時代 原因 我們就說一個事件 但這個事件有兩個名字 兩個名字 一個事件有兩個名字 沒錯 這個事件就叫犬龍滅洲 平王東倩 所以它其實是一樣的事 差不多的事情 好 所以現在 就隨著我的話 我們一起來回到那個時代 那個時代 那是一個純真浪漫的時代 純真浪漫 純真浪漫 古時候嘛 民風淳朴 不然怎麼會有人心不古 這個說法呢 也是啦 年僅十五歲的周幽王 呀 十五歲 十五歲 十五歲就當王了 當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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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總覺得好像周幽王 剛登基就駕崩了 皇上 皇上的那個王 十五歲就當皇上 你看看你十五歲在幹什麼 我還在讀書啊 好傷心 哀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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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管怎麼做 十五歲的周幽王 登基了 可是他登基之後 他突然發現 好無聊啊 對 好無聊 但皇上是個無聊的事 呃 可能皇上是個無聊事 因為我沒當過 不過我們去想想古時候 古時候沒有娛樂 他唯一的娛樂是什麼 就跑出去玩 或是去打獵 嗯 然後呢 樹上去 掏鳥蛋什麼的 可是他是一國之君啊 這件事情他能做嗎 不能做 我跟你講 古時候的皇帝多無聊 無聊到底跟什麼程度 那時候也是一樣周朝 周朝他的 那個第二個軍王 周成王 他實在太無聊了 他有一天就拿了一片樹葉 去找他弟弟玩遊戲 說呢 這片樹葉呢 就是天子的忌器 我拿這個 這片樹葉呢 我來封某某塊地給你 結果他原本只是在玩 結果呢 他原本只是在玩 周公 當時輔政的那個周公 天下歸心的那個周公 他聽到了 他就說 弟弟 你是個軍王 我 沒錯 你是軍王 所以 你不能騙你弟弟 我不能騙我們弟弟 所以這塊地 就畫給你弟弟 我的樓梯啊 那個 周成王也太隱随了吧 沒錯 慘 不過 這些側面的事情 王者他吐出來的話 不管是開玩笑什麼 都會變成現實 不過 那也是只有明君 才能做到 如果是昏君的話 就 呵呵了 那這樣明君就是那種 一言九鼎的人啦 不然怎麼會有 金口欲言這句話呢 不管怎麼說 我們知道的周周王 到底是多麼無聊後 我們接下來 對周王做的事情 也不難理解 周王做了什麼 猜 不知道 給個提示吧 欸 給個提示啊 嗯 孔子曰 食色性也 禮記有言 飲食男女 人欲之大者存焉 你不要跟我說古文 欸 就是 他 想交女朋友了 喔 人之常情吧 可是15歲好像有點早 不早不早 他都已經有老婆了 有 15歲有老婆 有 我們來介紹一下周圍王當時的情況 周圍王 本名姬公孽 很難聽 不過 姬公孽 很難聽 哪一個宮哪一個孽 宮殿的宮 孽是孽盤的孽 喔 不好聽 他有個老婆 叫做生皇后 而且 最神奇是 已經把他生了小孩 嗯 那個生皇后幾歲啊 不知道 不過估計是跟 姬公孽先生 年紀差不多大 嗯 真是個 他有小孩叫姬姬舊 姬姬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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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姬是姬家的姬 舊是那個 導要的那個舊 那 還蠻難聽的吧 沒錯 老姬家的名字都難聽 怎麼說 呃 周武王叫做姬發 周公叫做雞蛋 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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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吃了那個雞蛋 不是啦 但是 早上那個蛋 哦 懂我意思嗎 一個日再唱一個 懂了懂了懂了 懂了 然後呢這個 姬公孽 周幽王姬公孽先生 他跟生皇后的感情不太好 所以呢 因為畢竟是政治聯姻 所以說呢 他呢 於是就決定要下招選妃 要選妃 沒錯 於是呢 藉著選妃這個機會 年僅13歲的 包四小姐 包四小姐 進攻了 進攻 他是誰 包四 歷史上 最著名的一個美人之一 也是紅顏獲水的代表 啊 狐狸精 欸 狐狸精的話呢 你說的是 罵人上的狐狸精 還是 實質密義 名詞上的狐狸精 罵人的 紅顏獲水 罵人的 沒錯 如果你說是實質義少 那這樣我們要講的是打擊 不過 很神奇的事情 好像 每個朝代他滅亡的原因 夏商周 這三個古老朝代 都是因為一個女人 喔 其實女人還是很厲害的嘛 欸 其實總覺得有點是 把過錯 往他們身上推啦 像 夏朝 魅喜 商朝 打擊 周朝 就是這位 包四了 好 我們來講說為什麼包四 會被稱為紅顏獲水代表 嗯 因為包四十三歲入宮 他年紀小小 就把十五歲最後往迷的神魂顛倒 就是說 此生 他就是我的摯愛人 他年紀到底多小 十三歲 喔 十三歲 國小 國小剛畢業 對 十三歲 國小剛畢業 對 就把十五歲的人迷的神魂顛倒 他倆早戀啊 欸 古代人結婚早嘛 有一種說法是說 古代是要打仗 喔 所以結婚早 不過呢 君王不可能自己上戰場嘛 對 所以總覺得找了某種藉口 藉口 對 然後呢 十三歲的包四 把十五歲的最後王 迷的神魂顛倒 然後呢 最後王就說 這個 我太愛他了 於是呢 就常天天唸在一起 包四自己的那個 厲害 爭氣 第二年就幫 最後王 生下了一個男孩 14歲生了一個男孩 你先別管 就跟你說 古十二人結婚早嘛 生小孩又早 我就覺得這一個放在現代 會變成頭盤新聞嗎 你十三歲就嫁人了 不變頭盤新聞有可能嗎 好 他幫他示下一個男孩 這男孩的名字叫做 姬伯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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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 沒有伏器啊 沒有伏器 伯伏 誰家父母會幫自己小孩 取名叫沒伏器的伯伏 伯众之間的伯 服 衣服的服 你想這名字多難得啊 你看 難得 周幽王姬公年 周幽王的太子 姬遺舊 他包四個小孩 姬伯伏 你看 多好聽 周幽王真有取名的藝術 偏心 沒錯 他也側面這名字 他多愛了包四 我們從各種古裝劇裡面 公鬥劇裡面 一個妃子啊 有一個兒子 是多麼重要的事情 對啊 最著名的一個 當屬明朝萬貴妃 萬貴妃也算是勵志型的代表 他是當時名獻中的奶媽 奶媽 對 然後手段儒合厲害 結果呢 明獻中長大之後呢 就拼老命也要把這奶媽取回來 哎呀 這戀母情節太重了 呃 我們要用術語 伊底帕斯情節 出自古希臘的那個著名悲劇 伊底帕斯王 然後呢 被亞里斯多的 離題了 離題了 好我們離題了 回到 我們先回到萬貴妃 萬貴妃呢這個多麼厲害 多立志 他是明獻中奶媽 然後就把明獻中名的神文殿 他還開啟了 明朝第一個被封為貴妃的人 他感覺真厲害啊 非常厲害 然後呢 他自己也不錯 他呢 跟明獻中長的話就生下了一個男孩 可是 可惜好久不少 男孩過沒多久 就夭折了 他也好可憐 夭折這種事情呢 就是慘嘛 就是 他的後宮地位有點不猛 雖然明獻中還是愛他 可是明獻中他不可能說呢 就是說呢 我只愛你然後我沒有小孩子 對 不然老豬家就斷後了嘛 所以呢 他這個人 善渡 喜歡忌妒 所以呢 就是 他的宮女啊 後宮的那個妃子 只要生了懷孕 懷孕 生了孩子 全部都會被他各種明爭暗斗的幹掉 怎麼幹啊 別人講他就這樣子 喲 喲 這位不是劉貴妃嗎 哎呀 娘娘您有什麼事呢 哎呀 看到你這肚子呀 聽說您懷孕了 娘娘你從哪裡聽說呢 哎呀 就那個小花跟我講的嘛 哎呀 來來來 這一碗雞湯補補身子 我們那個 明獻中啊 這位 豬油腳啊 嗯 他一定要 又不能讓他絕後啊 來來 快喝快喝 哦 幫我跟皇上說聲謝謝啊 哦 哦 哈哈哈哈 讓你根本 勾斗啊 哈哈哈哈 對 大致就是這種情況 萬貴妃好心機啊 嗯 所以啊 側面這名誰 兒子多重要 所以說呢 既然說呢 包四有了孩子 然後周圍網友愛包四 他就一定要運作運作 把包四也當上皇后 可是問題是當時皇后有個生皇后啊 於是呢 他就 產生了冷酷的代表 把生皇后給趕走 然後包四 就成為了皇后 可是呢 這個包四啊 他是屬於那種冰山美人型的 或者說 他顏面神經失調 面貪臉 沒錯 他不笑 他從來不笑 然後呢 包四呢 最後王呢 就想說呢 不行我一定就讓他笑嘛 不然我老公當得不秤子 對不對 對 他是個暖心的男人 沒錯 他就開始各種找包四到底喜歡什麼 結果發現包四有個愛好 愛好 沒錯 包四有一點喜歡東西 每個人都有愛好嘛 對 但是包四這個愛好他太敗家了 敗家 他喜歡什麼 他喜歡聽那種 零螺醜到被撕碎的聲音 Oh my god 零螺醜到被撕碎 當時 當時現在蟬事什麼的都還很貴 嗯 當時呢人力物力什麼的 又技術又不發達 所以零螺常常只會更貴 更貴 他就喜歡聽那個零螺醜到 啪啪啪啪啪的聲音 醉得太敗家了 結果最後很愛他 於是就每天把零螺醜到拿去給他撕 可是 人都會是有疲倦 或是洗經驗酒 慢慢的 包四聽到零螺醜到被撕碎中 他也不笑 他也不笑了 他竟然對這種敗家的喜好有疲勞了 沒錯他竟然有疲勞了 這王就慌了 怎麼辦怎麼辦 零螺醜但撕一撕還可以 我現在怎麼辦 而各種找好各種找好 各種討好 是包四還是不笑 還是不笑 最後呢 那王就講說 不行我得放大招 放大招 沒錯 他就帶著包四一起登上了長城 長城 那就是那個 那個那個 這個周朝都城的城牆 他就說 美人我帶你看個好東西 什麼東西 瘋火派 來 美人來 隨我上前一步 仔細觀看 又王你知道嗎 我上前一步 便是周朝絕重的一大步了 什麼 美人你剛說什麼 滅亡 說錯了 不是絕重 肯定是風大閃的 風大迷到 對 來來來 舉火 舉火 美人你幹嘛 我現在是室外 哦 舉火 舉火 狼煙滾滾而起 於是呢 各地的諸侯一看到狼煙 就好像 被打了 雞血似的 瘋了 這是 這方向 這方向 陛下天子的都城啊 快 隨我舉兵請王 於是呢 各個諸侯 遠的近的 不管是遠的近的 強的弱的 全部帶走無數兵馬 衝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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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夜間沈 趕到了周天子的城牆腳下 就沒想到 一看 敵人了 在哪裡 一看抬頭 看到周幽王 正攬著他的美人包四說 啊 包四妹子你看這好不好笑啊 好好笑哦 沒錯 包四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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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朝完了 周朝完了 沒錯 為什麼周朝完了 因為周朝完了 竟然這東西 包四笑笑了 包四妹子 阿姨看這個 那我一定要 多多給他看幾次 於是呢 人的信用都是有度的嘛 雖然他是天子也不例外 一次兩次還好 後面多次數多了 人家坐了兩次 哎呀 那天子又要看展笑話了 對啊 都要去理他了吧 對 結果 這時候 落入了這一幕 落入了一個有心人眼裡 誰啊 生皇后的爸爸 生猴 生皇后的爸爸 不就是那個被廢的皇后的爸爸嗎 沒錯 他想說 你這小傢伙 對我女兒不好 還把我女兒廢了 去找這個狐狸精 不行我得報仇 於是他想說 既然你已經把自己的信用搞到完蛋 已經沒有做我 想管你了 於是他就趁著夜黑風高 晚上 摸到了草原上面 說 全容 全容你們的首領給我出來 怎麼了呢全侯 我跟你講 周天子 當見周天子 雞貢猿的家夥 對 可惡之 可惡之家 我跟你講 你也對周朝的附屬 很有了吧 當然啊 周朝本該就是我犬柔的土地 沒錯 這樣不然我們合作 合作 怎麼合作 我 趁著某天某天子那天 然後呢我就 點火 點火 然後舉火把我也好 我拿火把在空氣中 刷刷刷 畫五次 就知道 那時候你就 不要發出聲音 我畫五次之後呢 我就把門打開 我會偷偷帶人 對 殺進去 然後呢 你也說到 什麼都可以 錢財都可以 你高興做什麼就做什麼 唯一兩個要求 說吧 唯一兩個要求 第一個 周幽王 雞工業這傢伙 不難過 我一定把它幹掉 雞伯夫還有他媽媽 隨便你怎麼樣 不要讓他出現在我周朝土地上 聖猴這件事交給我辦了 於是 月黑風光晚上 聖猴 舉火為好 趁著衝進去啦 然後呢 於是 整個周朝的都城 火光衝天 殺燒魯略 各種金銀財寶還有什麼女人 什麼什麼全部被抓走 然後呢 他們 勸容啊 那群野蠻人 兇奴的祖先 突厥的祖先 驚人的祖先 驚人的祖先 這個 全容這群野蠻人 就 拿著大腹 揮灑著一身 臭汗 憧憬的周朝 堂皇汉 堂皇的皇宮 堂皇 富麗堂皇 喔喔喔 那有人覺得他們堂皇 你以為是 莫扎特那個 我以為是 唐太宗過來了 喔對 是堂皇 也就是呢 那時候呢 周佑王正摟著 他的包斯妹子 正在聊天 聊天 然後姬伯福 這小男孩在旁邊 晨歡喜下 就這樣 啪叉 姬伯福跟腦袋掉了 再啪叉 周佑王 包斯的腦袋掉了 周佑王跟腦袋掉了 周佑王啊 那包斯咧 被抓走啊 他美嘛 就能理解 不過包斯也算是 但是 有良心啊 他呢想說呢 我身是周家人 不 我身是雞家人 死是雞家鬼 還是什麼 呃 我覺得他應該還是 愛著周佑王的吧 也對 必須周佑王對他好嘛 嗯 然後而是 犬狼就把周朝滅掉 好像 好像周朝沒繼承人啊 好像也是 那時候大家 那時候中諸後也慌啊 不是啊 我們雖然沒有去救那個 救周佑王 可是這樣周朝就絕後了呢 這感覺有點怪啊 於是 浩瑞小姐 欸 那個 那個 當了一回 吳三桂那個 大開城門那個 那個生猴 他外孫不是還活著嗎 朱家還有繼承人啦 於是 姬 宜舊 這個名字有點難聽的 這個 姬家 太子 前太子 復辟了 復辟了 周平王 周平王 登基之後 想說 欸 展這個 展這個 這都城 這 廢了 沒有 怎麼辦 怎麼辦 想一想 哎呀這城嘛 一座城 雖然一座城 還是蠻重要的 問題是 也不是太大事件 來來來來 大家跟我走 帥著一種軍馬 還有他的城名 移民了 對 也不是移民 遷移 遷移 遷移了 洛邑去 史稱 平王東千 也就是 西周平王 開啟東周時代 周平王成為東周第一個王 然後呢也是 歷史上 春秋戰國這個 現實中亂是 思想上升是 這個偉大時代的 開始 對 好 今天我們這個 春秋戰國的這個 七夕江國 就 第一集就到此結束 如果你們以後還想要知道 更多關於春秋戰國的小故事 那就歡迎你們繼續看下去 好 謝謝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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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川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